好來來準備 什麼都能聊 嗯 這個有點讓我擔心 好像沒有很肯定 因為你自己說不看反鋼的 不看反鋼 對啊你自己不看反鋼 那你就別怪我囉 好好好 到底想怎樣 568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白目情侶週記 我是阿Q 我是小韓 今天的來賓是 大飛哥哥 哈囉 大飛舞 為什麼是568 對啊568 對他都這樣 568為什麼我從小就這樣唸啊 屁啦 真的啊 來錄囉 568 對啊 7呢 對7呢 7去哪 就 不知道習慣了 568 好今天是咖啡 咖啡哥哥是我的 我們算好朋友嗎 朋友啦朋友 不算到好 對好可能 但是就是會關心彼此的朋友 對對對 就是我知道你最近在發生什麼 你知道我最近發生什麼事 但從以前就有在關心嗎 我跟你講老實講 以前Patrick跟阿Q 我真的跟阿Q比較好 是喔 對啊 是喔 你們是有double到的 我不知道你跟Payce的關係啊 我知道你跟我的關係啊 所以我沒得比較 就跟大跟韓吉 我跟韓吉比較好 你怎麼都挑比較不紅 哈哈哈 不紅的好 哈哈哈 你們大學生的時候是有double的嗎 有啊有啊 他待很久欸 大飛是 處女代表 對處女寶寶 也不見只有我一個吧 何浩誠 我剛剛有聽到何浩誠 對 下一個在耍力氣嗎 好像下一個比較 下一個比較 都一樣 對我來講都一樣 是喔 你會 你會 特地那個時間長度要一樣喔 不能和浩誠比較多喔 不能喔 沒有 如果是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如果多的原因 不會是因為誰的 不會是因為那個人的問題 不會是因為他 他還沒靠近誰就像誰的那種人 對阿 誰 哈哈 你說Patrick 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好朋友 我不會跟你講 還好嗎現在 好朋友好像這樣有來啊 我知道他有來 但你們的關係還是跟以前一樣 應該 我們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好 就是我說 生活圈不太一樣 緊密程度沒有那麼好 但見到面還是 但見到面的時候 你們還是很優質 對還是一樣 就還是以前的朋友 對 我相信他也是 對啊 有告訴自己不要 不要變 對 就真的不要變 如果有機會可以大紅大紫 我也是希望不要變 是不是很難啊 有點難 我跟你講很難 這一定會有小過渡對不對 呃 應該是說齁 啊假如我今天很紅 我今天紅到 親家了過條 我現在變許光漢 不是因為我變了 是因為我的周遭變 對你的態度 對我的周遭變了 我以前可能跟你很好 但我現在周遭變了 我的生活圈變了 所以 我可能跟你沒那麼好 就是不會常常出來 但我遇到你還是一樣 對 這個 你不能說他變 對 對你不能說他變 應該就是因為我們的 就像以前 大學的同學會一起出來玩 但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就不一起出來玩 對啊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對你能說他變嗎 對 確實也變了 對 因為他就是變 就是變了一個圈子 對 但是人本質可能沒變 對 對啊 這樣比較好 嗯 但有些人還是本質會變的 那我就不說了 那我覺得那些人的本質本來就是那樣 對不對 嗯 所以就是誘發他 對 嗯 發展出這個 對 所以人其實 哦對 人不會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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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哲學的一個結論 對 真的人不會變 今天是身心靈的部分嗎 只是看他有沒有機會讓他變 對 讓他看起來 讓他有沒有機會 變成他原本的那個樣子 對 應該說是 好人跟壞人接觸一個 很誘人的機會的時候 好人做錯的選擇 跟壞人做錯的選擇不太一樣 我覺得沒有好人壞人 世界上都是好人 沒有人從頭一開始就說 想當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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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嗯 但我覺得就是他的 他的對於利益的選擇 嗯 他會選擇 呃可能比較傾向他自己 那我們可能會選擇 就是 呃沒關係啦 對 就是大家都好 大局官 對 大家就好 好就好 對 怎麼講完很想哭對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 被發現了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比較哲學的東西 對對對 其實我是一個很哲學的人 真的 大家以為我是那邊嘻嘻哈 才沒有 你會常常在家裡 思考一些什麼 問題之類的嗎 就是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一開始說 我跟你比較 我跟你會比較好 呃也不是比較好 就是我跟你 比較聊得上話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跟你比較像 對就是我們平常會去 聊一些比較 哦沒那麼搞笑的事 哦 我們其實不是搞笑的 對對 簡單說屁話比較少 對 私底下的話 我們私底下其實 比較認真的 不聊屁話 不聊屁話 假設我跟你一直在聊屁話 但有時候還是 真的是想要有一個 認真的對話的時間 有內容的東西 就是想要好好聊天 對啊 至少那時候是在休息的感覺 對啊 就是動腦的方向會不一樣 嗯 對 因為如果一直聊屁話的話 會覺得 回家之後會想說 欸今天到底去了哪裡 會有一點這種感覺 就想說 今天到底聊了什麼這樣子 屁話其實可以聊 但是我覺得夠就好 對對對 喜歡聊一些更多內容 就都想聊 都會想聊 就是 一半一半 我們都需要 對 應該是說我們都 我們需要 可能就是大家講的 那個心靈肌痛 對 我們需要 先先補一下 我們需要 就是真的聊生的東西 嗯嗯 要 不是意思 但我們也會講屁話 對 可是屁話要講講 屁話是男生都會講的吧 欸這個是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 我們在列那個名單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其實認識蠻多處女座 我就跟他說 我想找你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跟你狀態有點像 只是因為我那時候 不敢跟你這樣講 我怕你以為我臭美 還是幹嘛的 但你今天這樣 你講 他怕你覺得他蹭你啊 對 但是我是真的是 因為就是覺得我 他常常這樣 請問請問一下 你蹭我有什麼好處嗎 不是就是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 我跟你講何浩誠 確實可以蹭 哈哈 有好處 我真的都沒有要蹭 但是我沒有 這真的 我就是你蹭 不是因為你知道 因為我的流量 還不是很高 不是啊 我蹭你 會不會 就有機會認識柯震東啦 哈哈 我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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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早跟我說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我完全沒當真 我當然沒當真 哈哈 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 算是類似的人 對啦 我們想做的事也一樣 也一樣 很像 對 對 跟你聊起來稍微 那你們有聊過什麼 比較走心的內容嗎 其實也沒有 或者是 創作還是什麼 這個跟這個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頻率的 對啦 就你到這個場 聊天的感覺 對你到這個場 啊你跟誰聊得上話 這個是 你好像也不用特別說 欸 就是你坐下來 然後聊一起 就是聊兩句就知道 有沒有搭上頻率 對 是 就有些人就 沒有一定要講 就聊三句還搭不上 對對對 對 所以我才想說找大飛大哥哥 好 所以處女座到底怎麼 沒有啊 對 那你覺得 你有在研究星座 聊回 聊回 重點 還要我幫你啊 你還蠻有綜藝感的嘛 哈哈哈 你覺得你自己像處女 等一下 你現在說你有在相信星座嗎 我不相信 你完全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人家跟把妹跟聊天的話題 哦 所以你覺得唐啟洋老師 是在講屁話嗎 不不不 然後白羽老師 然後那個安格斯 跟白羽老師很好 不要這樣 哦對 那你覺得他們都在講屁話 沒有沒有 我說這是一個大數據 其實我不是很相信 但是我還是會看 哦 就是 我還是會研究就是 我想知道他們到底 為什麼可以 講出這些東西 可參考 對 就是我覺得可能處女座的人 大部分會一個樣子 嗯 但是真正處女座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長什麼樣子 還是要看你 生長環境啊 民宿很多啦 對 確實 確實其實你講的就是這樣子 我們想 就我 我信心座 我信心座也是這個 也是因為照你這個想法是一樣 因為其實我跟何浩誠有部分是類似 就是處女座的 例如說偶包 大家都說偶包 這件事 但偶包我們不是偶包 我們就是只是 例如說愛乾淨 啊 對 我們愛乾淨 我們出去就要有一個樣子 就是邊界感 比較中意 對對對對對 邊界感比較中意 但這個不是偶包 你要我們醜 我們也是醜啊 對啦 但是對 只是說一個 就是大家聽得懂的語言 就是偶包 老實講 坐這個椅子會不會腳麻 哈哈哈 你太快了 你是不是要去看身體啊 你自己也在伸展 不是 好像沒有人講過 沒有嗎 沒有 因為我屁股很麻 還是我們調整做到上面 沒關係啊 沒關係 繼續吧 我可以調整喔 不用啦 就屁股麻 就屁麻 還是我拿一個墊子給你 不用不用 再拿一個墊子 不用我們繼續 好再拿一個墊子 不用我們先繼續 不要啦 拿一個墊子 等一下 喔知道啦 因為你在練啦 你的那個 整個脂肪都沒了 所以屁股就比較 骨頭比較多 你這樣講完 你這樣講完 等下何浩誠 如果屁股沒有麻的話 他就是練的不夠 很尷尬 很尷尬欸 他那麼壯欸 對齁 等下他會被麻 很尷尬喔 好 那你健身多久啦 為什麼會開始 投入健身這件事情啊 因為我以前 拍了一個叫軍中樂園的東西 然後拍完之後呢 然後我就很黑又很瘦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樣子很帥 喔 所以你就 想要一直維持 可是那個跟你健身 時間還是有差吧 沒有 就 我知道 那個樣子很帥之後 我就開始 一直做這件事情 喔是喔 所以你是從軍中樂園開始健身的喔 那很久了欸 就一直開始運動 那為什麼是 可能這兩年才有新聞 就是你變壯的新聞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是低調的人啊 我們不是一直在那邊 喔你突然 你這兩年是突然想高調 這兩年 這兩年我是覺得好像可以 就是好像可以讓大家 因為我確實也想說這兩年 好像想要抱一個什麼健美的先生 健美的先生 喔你要聽到賽啊 就是我覺得好像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我運動成這樣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 對 那有點尷尬 很奇怪 尤其你又走目前的人 對 很多資訊 如果我只是 我只是一般人的話 我覺得OK 就是也不用 也不用特別 特別講 但我想說我走目前 然後這又是我的優勢 我幹嘛不講 對啊 應該早點 對啊 我現在想說這兩年 我想說 嗯 好像可以 往這邊走看看 很帥欸 我覺得 嗯 那個 那個 狀態 真的很帥 因為我一直 以前一直以為 就不是也不是一直以為 就我一直認為這件事情 跟我在做的諧星這件事情 是 啊 嗯 就是根本 有點違和 奇怪的 嗯 但後來這兩年 我才想說 喔這個 因為諧星不包含在 綜藝節目裡面 嗯 但有可能是 例如我們演戲也是 我們可以是喜劇演員 喜劇的 對 喜劇演員 搞笑的這種 嗯 我發現不知道是從 從哪個年代開始 很多 就是男演員 都會去健身 韓國啊 喔從韓國開始 流行 就是韓國 晉變 韓國的流行 就是開始 對 其實以前美國就這樣 但是因為韓國 韓劇來的時候 大家 全部都在 哇 又帥又 對又壯 嗯 真的很好看 就是你演 就是 對 很奇怪 就是你演一個 色畜 嗯 竟然 竟然很壯 竟然欸 你怎麼會有時間 到底為什麼要壯 下班運動 欸 怎麼會啊 記憶感很壯 然後大家 大家沒有疑惑 不為何 大家還是覺得 喔合理合理 那你射出你就應該長這樣 而且就會開始 跟同事說 那你為什麼不去健身 跟自己同事比 這樣子 然後就變成 大家好像 然後你現在就是 腰腰大喔 倒回來之後 我們這邊 欸 好像大家都得壯 然後加上彭醫院 又放一個樣子在那邊 哇 真的欸 對 但不壯的人還是很多 不然我啊 我就不壯 沒事我們 我們不走內路 可是你已經在壯了 你給我 沒有我只是假裝啦 假裝我 所以那 所以這樣子從 軍中樂園到現在 你健身已經十幾年了 欸 沒有十年 沒有十年 欸 好像十年 還七年 快十年 因為我們在一起都九年了 你 軍中樂園的時候 我在做大學生 然後有來宣傳 他在做大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還沒交往 欸你們是大學生 之後 你是大學生的工作人員嗎 企劃 你先道歉吧 要不要先道歉 我那時候不在吧 好像不在 對 尾巴吧 你看你道歉 抱歉抱歉 因為真的 因為還有一個 Amber啊 Bonnie啊 三個 對 就是有一個會長 就是年紀也小的 然後會長一起出來的 Bonnie Bonnie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是 那應該是我們 好像是 就是 很後期吧 我記得 你們應該是蠻後面的 他們確實蠻後面 對 因為我後面都在魔王大道 喔 所以我就沒有很常回去 沒有 那就是更前面 所以我不會搭到他 他在魔王大道 結束之後 可是魔王大道結束之後 你就沒錄 到底是 就是一點 我就離開 我就真的只有一點點 這樣 喔對 因為你魔王大道之後 然後就基本上就出道了 然後就開戲了嘛 對 對嘛 喔對對對對 喔對我有印象 因為那時候 記得大家討論說 喔大飛要去當演員了 誰說 就是我們大飛有在講 沒有吧 真的啊 不要硬講 不要做節目硬講 我說真的啊 哪有 你當然不知道 你又不是 你又不知道 你又不是講的人 對啊 你又不是講的人 我跟你講 很多 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 就像你剛剛說 喔大飛要去當演員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 沒有界定我們想幹嘛 喔對 其實我們沒有界定說 喔我們今天一定要 當演員 我今天一定要當歌手 我要當偶像 其實我們覺得 能表演這件事情就很不錯 嗯 都嘗試 對 所以 但是 很多人會把你分類 對 就是你剛剛說 健身跟血腥 你會 心裡會有點違和感 就是 是因為好像血腥就被套上一個 你不能 撞 不能帥 你好像不能很會唱歌 你好像不能很會演戲 你好像不能 怎麼樣怎麼樣 要變得好像在自以為是 就是你是 我覺得啦 我個人觀念 我覺得在台灣這件事情 好像有點特別嚴重 就是很局限 很標籤化 就是你今天是一個通告藝人 好你就不能演戲 你就會覺得好像 我們做什麼都不對 對 那你就會覺得 好吧 那我要不要認真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剛剛講說 我去認真拍戲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這兩年才開始 決定我想要往這邊走 但並不是說我不上節目 我並不是說 因為我還是會去大集合 去 嗯什麼 去幹嘛 我還是可以鬧 我還是可以跟你開玩笑 但只是好像 會被大家講說 你是血腥 你幹嘛 一半一半這樣子 所以在這一行 就是有點 像好像被局限 你只能選一個 很難走 對 就是其實也不少人勸我說 你要就決定一件事情做 可是我就一直想說 啊我都 其實都會做 而且都不還是 為什麼我不能 而且其實我們很好笑 對啊 對啊 自己講欸 我也覺得 我應該蠻好笑的 我跟你講 我們其實很好笑 但是我們不搞 不是搞笑 嗯 對 我們 幽默幽默 那是叫幽默 就但 對我懂你的意思 對 呵呵 自己想 好像很多場合 我們沒辦法展現 我們甚至劍拔不出來 嗯 就是我們還沒 好好施展我們好笑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就結束了 對 所以很多地方就會變成 我們好像不夠用力 不夠 嗯 就變成好像我們 不好笑 嗯 但其實我們很好笑 其實 就是給我一點時間 哈哈 給我 你看一些 你給他一個機會 some shit 給他一個縫隙 你就會 插入這樣子 對對對 我相信你會跟他在一起 也會 因為你看到他的 對 我是需要 帥嗎 蛤 蛤 蛤 哈哈哈哈 因為我在大學生裡面 你不算突出那一根 哈哈哈哈 我幹嘛不去走 對不對 對對對 他為什麼會知道 李微風 對 李微風現在也變胖了 哈哈哈 好胖 好胖 那個鼻涕 哇我跟你講 欸他鼻涕之後他放很多 他完全沒有胖包 完全沒有胖包 他把胖包就丟掉了 就他把胖包醒出來了 對 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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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是什麼星座啊 好不好醒個好 欸下次下次找他 好啊 我們想他會一直聊 我知道我已經聽阿達那個揚言過了 真的嗎 阿達說他就是會一直講話 他也跟他惹過稿啊 對 而且我跟你講他會自己一直講 你完全沒有 你就是開機說好啊 介紹完之後你就放著他 他就一直講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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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真的假的 他有這麼愛講話 你以前沒發現嗎 就是我後 因為我也沒有接觸過他 然後是後來就是節目上 我會接案嘛 然後企劃什麼的 然後我們企劃就說 就說跟他惹稿的時候 都已經講完主題囉 然後他還是繼續講 然後我們惹個兒的人就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就等他講 看他怎麼都要講完這樣 就跟他講一講 因為他現在住木渣 就有一天下班 就下班的時候 我就說我想蹭他的車 那因為我跟他 就是中間有一段空隙 所以我沒有那麼熟 所以我就很怕尷尬 那你知道我們都 也沒有 就是想 稍微內向的人 對稍微內向的人 我們想硬找一些話題聊 結果我發現坐在他車上 我完全沒有上次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 這麼有車沒尷尬 趴拉趴拉 真的假的 他好愛分享 然後我說好嗎 好酷喔 因為我家在一個山坡上 然後我想說 那你載我到山下 我自己走上去 就好 我說沒有關係 我叫你上去 哇趴拉趴拉 簡單說他很熱情 對然後我想離 我想要下車 我想說下車要走 還沒聊完 他想 停不下來 差一點 他笑死了 我差一點要去他家 差一點 真的假的 他約你去他家 他就說 下次我們一起來 我們護照 因為羅斯堂也在護照 羅斯堂下次我們護照幫他一起 幹嘛笑死 那他以前就這樣嗎 我記得他以前不是 對嘛 他是不是去大陸之後 整個人 壓力太大 太孤單了是不是 太孤單了 對 沒人跟 好酷喔 那你覺得我們 發拉會來嗎 會 會喔有機會是不是 他很喜歡聊天 可是因為我剛剛沒有到那麼熟欸 李維峰來吧 好 還是我現在傳給他 好你現在傳 那你再打給他 我現在打給李維峰 你說你在上 有考慮了 那個Podcast 然後聊到他 這我姐預告 所以你要講話 可以看看兒子喊多少 透麥克風 欸我甚至沒有他電話 呵呵 LINE也沒有嗎 我看一下 我有我有 喔你有 李維峰 喔有欸 他接了 怎麼了 老師好 老師好 是請說 我旁邊有個朋友很喜歡你 他想跟你聊天 等一下 學長好 是你好 請問你是 我是 以前大學生了沒的阿Q 阿Q 對對對 哇塞 你認識嗎 Q動你好 喔你好你好 我們現在在錄Podcast的 喔沒有 因為我們在錄Podcast 然後剛好聊到你 這樣想說 哇塞 那真的要好好聊一下 對對對 你看我就是要好好聊 真的好好聊 他真的在開車 你是不是在開車 對我真的在開車 我覺得在倒車 而且要告訴大家 這個是賓士的倒車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要講出來 對對對 因為比較貴阿車比較貴 好 那我可以 不可能陪你說怎麼樣 我說我可以邀請你 就是 來上我們的節目嗎 Podcast 你們兩個有一個Podcast 沒有我跟我女朋友 有一個Podcast節目 然後我們 就是 雖然是對不對 我們大學 榮譽大學生阿Q 跟他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 榮譽長輩大學生 他可以邀請到我 沒有我是來賓而已 他是來賓 所以下一集是他 就是他 對對對 可以嗎 那我IG在私訊你好不好 好 你IG在私訊我們再敲指 我們再敲指 好好好 謝謝你 哈哈哈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好OK 掰掰 好 掰掰 欸 敲到你 怎麼那麼好 敲 他最近真的很開 對啊 我跟妳說很愛聊聊 他說好好聊一下 他是找到機會要聊 他應該是 把車 他剛剛是倒車倒到一半 我跟你講還沒進去格子 停下來 他就停下來 好 那我們 我們好好聊一下 好酷喔 好險喔 很有趣 他很愛聊天 我跟你講 你真的不用 就是你們那一集 你們就可以耍廢 喔好 對 就點一下點一下就好 哈哈 好我們回來 好 剛剛講到 前主題到底是什麼 沒有這亂聊 我這大學 飛哥 大飛哥哥啊 就講到那個 你這兩年開始想要當演員嘛 確實也看到你 蠻 不少作品 喔 近期很多欸 對 那尤其是我比較好奇的是那個 愛的噩夢 嗯 那個他是用手機 對 全程用手機拍 我很好奇 因為 我也是想做演員嘛 然後我也 我就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就是手機拍跟 一般攝影機拍 表演上會有差別嗎 對啊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我們自己拍沒差別 嗯 是那個導演拍他會要求一些 刁鑽的角度 而且加上 iPhone他的那個 追焦沒有那麼靈敏 嗯 所以他不是 就是你走到哪 不是我們都有一個追焦的嗎 但他沒有 對 所以你必須走到一個定位 就是我 我現在走 坐到這裡 好我開始講 喔 他焦是先對準 然後你再離開 對準然後再走進來 所以就變成是你表演 說局限嗎 其實有一點 就是你只能 你只能在那邊 變得要很精準 對 但是我很喜歡 就廖明義導演這件事情是 因為他把拍攝這件事情變成 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了 就是我們也可以當導演 嗯 對 我們也可以 你說我們老 我們以前還要 說我們想要拍一個短片 還去租器材 我們可能還要租器材 租麥克風 其實不用了 現在不用 完全你可能只要 你可能只要顧收音 你可能只要顧燈光 而且燈光現在也越來越簡單化 你可能如果我們拍的短片 只是你跟我 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亮就好 對 所以他讓這件事情 讓我會讓我重新想一件事 就是沒有那麼難 我放在這邊也是一個鏡頭 就是放在你的臉側邊 也是一個鏡頭 就 因為以前機器太大幹嘛的 角度很窍 我放你臉旁邊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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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放在旁邊 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很自然這樣 喔 好像就是 拍的更 角度更廣 像朋友在拍你那種感覺 比較沒有壓力 對 也不會沒有壓力 你拍電影還是有壓力 還是有壓力 拍咒也是一樣有壓力 對啦 欸我今天應該帶咒的那個 那一尊 某木木來 一尊 太帥了吧 那很貴 你怎麼敢放在家裡 那很貴 我是沒有那麼多 你無神論 你還好 沒有無神論 但我還好 但很多人其實會怕 我就會怕 我們不敢買 想買不敢買 你原本想要 因為那個價錢太可怕了 喔 是因為價錢 欸價錢真可怕 真的可怕 比方文本還可怕 對啊 可是他 但他是不是很精緻啊 很精緻 你應該帶來的 下次去你家看 好好 我下次如果去木柵看 出外景 可以欸 Pockets出外景 Pockets有人出外景 還是我們就在做第一個 Pockets出外景 有Bilingual出過 喔 對 好嗎 那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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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可以拍個Vlog啊 到底是Vlog還是Vlog Vlog 好Vlog 我們可以拍個Vlog 可以的咧 去你家 Room2而已一下 Room2一下 Room2啊 不是用手機拍就好 對啊 用手機 因為太小 欸 就你可能 以前像什麼 快廣一點這樣 對小禎姐還有那種 哇那個很難 風水有關係 對啊 哇那個很難 甚至找不到風水 哈哈哈 你家沒有特別的設計 有有有 我說風水上 有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很 很吃風水 欸迷信一點 會迷信 會迷信 因為 你在運不好的時候 你真的會 你找一個地方 對你要 找一個點 說為什麼會不好 然後我要改善 對對對 你要找各種原因啊 各種原因都有 因為這一行的運氣實在是 哇 靠杯重要 靠杯重要 真的是靠杯重要 我真的覺得你們壓力好大 我跟你講 這 因為 但我們這一行的好處是 我們可能一個月工作四五天 就有一個人 一個人一個月的薪水 是沒錯 但我們閒的時間很可怕 對啊 你們就要慌吧 慌到一個不可思議 一個月有那四五天 對 好累喔 有曾經考慮過 算 有 有喔 就是我想要認真拍戲這件事情 嗯 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 大概有一年 呃 半年 都沒有任何工作 哇 就我拍完之後 嗯 就像我拍完還錢之後 還沒上嘛 沒有人知道 所以其實去年 我整年度幾乎沒有任何 就是除了上通告之外 我沒有任何工作 嗯 你就會覺得 啊 我這個月 我還是得 我還是得付房租 對啊 我還是得繳房貸 我繳車貸 我必須把這些事繳一繳 那我要不要 就算了 就放棄了 對 但是好在 我正想要放棄的時候 我的戲就上 喔 那好像就有一點聲音了 嗯 嗯嗯嗯 就是好險 好好喔 嗯 你什麼 你你也是啊 可是我 我覺得咒對我的 回憶沒有那麼大 回憶 呃 應該說 有一點幫助 但沒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咒是紅到戲 沒有紅到演 對 對 我覺得我們自己拍 我想啊 對我就沒錢 欸 你不是拍過一個 花掉 那 那個完全沒有花 沒有花什麼錢 真的嗎 那差不多花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五萬塊 因為現在 我們如果能這樣子 我們就自己在做一個呼吸啊 你覺得可以嗎 可以啊 你相信我們嗎 相信啊 真的嗎 對啊 因為總會有人相信啊 總會有人 總會有人想看 但至少要產出 先產出回去 對對對我們要先往外走 可以啊 就像你 做Podcast的事情 你不知道多少人會聽 也不知道多少人會想聽我們講話 但我們起碼 你們你起碼做 開始 對 好啊 好不好 我是一直都有這麼想 他都在準備中 對啊 那就來吧 好啊 現在就拍 走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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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停嗎 還是不要停 哈哈哈哈 你說 什麼啦 太急性了 可以欸 我說可以 真的可以 嗯 可以啊 我可以啊 好 反正平常也閒著嘛 對 哇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李維峰 這麼快就答應了 沒有他工作應該變很多了吧 鼻涕之後應該變多了吧 他現在完全綜藝化 對啊 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棒 蠻讚的 他比以前好笑很多 老實講 而且其實我覺得他變胖之後 比較man欸 因為他放掉一些 對 因為他以前太維護一個很想 偶像還是那種感覺 他以前跟朱羽毛一樣 對對對 就那一系 idol類的 還是我們再打那個朱羽毛 然後他下一集 因為以前我也是 大學生會幫忙發通告 還是我就 你說以後就當我通告 對 我就一直幫你打這個樣子 可以欸 好 那就 怕你嗎 那你要有KPI 那為什麼 什麼KPI是什麼 你說殘職 就是要有每個月的目標 我想要發到誰這樣 對幫我發到 至少是誰的 你的配合 我認識的人 我很多人都問 柯震東都問 羅志祥也問 柯震東甚至沒看到他的訊息吧 應該看不到啦 看不到啦 反正我就想問了 我就都會問 對 會直接問 我跟柯震東認識嗎 完全不認識 那你怎麼問啊 這個潔谷你只能發認識的啊 沒有啊 我認識不認識我都發 我想發的我就都會發 宋芸華你認識嗎 不認識啊 都不認識 黃靖也不認識 不認識 你會發爆花來啊 我會 但是還沒天蠍座 就是處女座 我都是 柯震東是雙子座的時候問的 你是 季節性的 對 星座啦 哦 你不信星座到 連星座都不肯 哈哈哈哈 你會講個季節性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很認識 季節 好你是星座系 秋集的 他說很秋集啊 那星座有幾個人啊 一個星座有幾個人 四個 一個月是 就是我們現在是固定 一個禮拜一集嘛 所以就是四集 這樣一個月就是四集 對自己剪 好 自己拍自己剪 我現在也是啊 沒事啊 大家都這樣 對啊 大家都這樣 沒抱怨 我只是跟你分享 我現在的工作 但是我必須說 你搬到淡水確實很少 很很 可是我那時候問啊 大家是ok的啊 是嗎 絕對哥的話 沒有 我也想過 不可能啦 你把他帶水 真的假的 如果我把他帶水 你會來嗎 可是他是說 他想開車去接 對啊 這樣就還好吧 到北投 我去接ok吧 高英軒說 可以自己坐北投 要坐輕軌 高英軒那麼閒 哈哈哈哈 他現在也不閒好不好 他也是 沒有 咒也是有哄到他欸 有有有 我還錢給他 就抱他跟高英軒兩個 他得獎 但高英軒 因為高英軒人很好 他人太好 他人真的太好 所以你說 高英軒不能參 他這種情操不能參考 不能當參考 你要參考一天我們這種 所以你不會來 你好實講 你不會來什麼 我可能會想一下 除非我那天真的 然後我就可能就排一天 就是我要去淡水玩 哦 我可能就沒辦法練團 即便我開車到北投去佔運 我不行 再送你回北投 對再送你回北投 那我還是得坐車啊 你來也要坐車啊 就是 就是我去可能是一趟寄人車 嗯 因為你知道我們大家早起 會比較你知道 趕趕趕這樣 那結束我可能可以 可以付一點 就結束我覺得OK 但就是去的那一趟 可是我約兩點 有需要早起嗎 哈哈哈 被抓到 因為有一些你知道 有時候需要一些應酬 哈哈哈 所以你不會來 你來沒有 你不要給我摸 沒有啦 我跟你講一般一般時間 一般一般人 你在幹嘛 對啊 我們不要講喝 就是不要講歌 對對對 平常時間 兩點哦 你 所以你大概 一點到北投就可以 因為你知道淡水 跟木柵這兩間是 這兩個地方 還是我們騙人家說 我們住北投 然後就騙到北投 然後再載他過去 可是現在你的意思是說 你連北投都覺得遠是嗎 一般人 一般人你聽到木柵跟聽到淡水 都會怕啊 是嗎 對啊 對啊 我聽到木柵會怕 你聽到木柵應該是 很木柵的木柵 就是會以為 是動物園那裡嗎 我跟木柵不熟 所以 其實動物園也沒有很遠 你知道嗎 是哦 對 但一般人把木柵妖魔化 對啊 不知道 就是聽起來好像很遠 那你會不會其實 一般也把淡水妖魔化 淡水 要住看看才知道 因為以前我要準備 因為我那時候要搬來三重的時候 大概三四年 三重其實也是妖魔化 對 因為那時候很少人住三重 大家就一直說很遠很遠 但住了其實也還好 很多人也是住三重 越來越多 淡慧如也是住三重 所以我覺得那個趨勢 你當淡慧如三重 你當他唱歌的嗎 我懂啊 歌手嘛 八點檔 誰 他不是歌手嗎 但他也是演歌 他入圍進去講 還是你要發他 對嘛 我沒有 先聊 你跟他敲通大學 我先發我能聊的啦 聊得起來的啦 淡慧如我真的 目前還不在聊的 你要當主持人區 其實蠻 需要一點那個 準備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不是每個人都能聊 不是每個人都能聊 而且又在家裡 家裡 因為你就在攝影棚 你還可以 你甚至剛才去換衣服 哈哈哈 他剛剛開門的時候想說 啊我還沒換衣服 對啊 我想說 欸你們 因為我是 各位庭總朋友們 我剛剛不小心遲到 沒關係啊 我遲到大概30分鐘 快30分鐘 然後我想說 啊我急急忙忙 我想說 因為我來的時候比較匆忙 我想說一開門 可能你已經架好在等 結果一開門是看到兩個人 這兩個人躺在沙發上這樣 欸我這已經好了 我是好 我是在回恆昊成訓室 在家裡真的很難 那個冰箱 他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在吃早餐 想說啊剛好你們來 我就趕快先吃 請問一下兩點才吃早餐 你還說兩點才有什麼好奇欸 哈哈哈哈 你有聞到他的酒味嗎 也是 也是欸 我自己也都那麼乱起 白癡喔 沒關係等我住了就知道 我在跟你們講 對你在跟我們分享 你會拍開箱嗎 跟音響一樣 嗯 我看我的屋況怎麼樣 然後我再拍 不好就算 不好也沒什麼好看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額外話 尿尿對不對 不是我們的咖啡是不是太捲 欸應該來了啦 應該來了 應該在門口 哈哈 喝咖啡喝咖啡 杯糖是 我的 我的 趴啡也真的很chill欸 很chill 沒有你特別chill 真的嗎 其他人沒有 沒有很熟的都會聊 像這種狀態 就是很chill 完全沒有在看反鋼的 請問你反鋼到底是什麼 我想看一下 有特別想講的嗎 其實都差不多聊得到欸 我本來想問你這個感情 你是可以聊感情嗎 我可以聊啊 真的嗎 我前任的也可以聊 可以聊啊 真的假的 但是因為我 我為什麼會跟你講說 你說都可以聊對不對 因為我大概就猜到 就是你想 沒有我問你的時候還沒有 真的嗎 對還沒想 你說沒有的時候我才剛才說 因為我們都會問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什麼好講 而且人家生小孩了 對 對可是我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想要探八卦 我好奇 就是想要知道你在感情中是怎麼樣的人啊 然後對這件事情就是求婚 然後沒有結婚 最後沒有結婚 會不會對你有什麼造成陰影 你自己的事 我想知道是你 不是要探你們的八卦 我想知道是這個東西 其實會不會造成陰影 對 我覺得還好 還好 欸等一下我們從 如果既然可以聊 我們從我重問你 好那你再重問你 可以嗎 對啊 畢竟剛剛好像太chill 直切 你不喜歡直切球 呵呵呵 不是 好啊 所以因為大飛哥哥在那個 我問他能聊什麼的時候 他說基本上都能聊 甚至很屌 他就不要跟我要反鋼 然後所以我就說那我就真的 因為他給我壓力 因為他跟我說何浩誠沒有藥 然後我就說 好啊要這樣講 然後我說好啊要這樣吃 我是這個意思 我是想跟你說何浩誠很特別 他沒有藥 但我希望你要 我是希望你要看 那你為什麼不說但我希望你要 因為我以為我沒有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應該是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講這個感覺 就是 例如說我今天說 你要不要來我Podcast聊天 嗯 就好啊 嗯 就你也不會特別想說 啊你知道 所以我說何浩誠不要 所以你說 有反鋼這件事 我想說 哇這麼這麼 這麼精細 然後你還就是說 那個你要反鋼嗎 何浩誠是不要啦 那我就 喔 真的我們是這個意思 你這個意思就會讓人家覺得好 是不是你懶得用 還是什麼的 沒有沒有 我還是有 我很希望你要好不好 所以你坊剛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想問的 我列了一個 嗯 嗯 因為之前就是知道你跟前任求婚嘛 但後來 大家都知道 對 後來無果 就我想知道的事情就是 這個過程是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後來 因為求婚一定是很確定你才願意求 因為畢竟你們在一起這麼久 這個時間求一定是你覺得就OK了 反正就求 對方也答應了 可後來也無果了 那這件事情對你有沒有 會不會有陰影 我覺得啦 嗯 為什麼要求婚 因為我 我也在很多節目上都有講 為什麼會求婚 是我覺得 我跟他在一起這麼久 那我要告訴他 我這是我 我們是要認真往下走 嗯 包括你們兩個在一起這麼久 嗯 你可能下一步也是要往那麼做 那就是一個交代 對 那分手呢 分手是 我覺得這是很 即便我們兩年前結婚好了 我們也可能離婚了 對 就是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分部分手跟 我現在對於感情的狀態 其實是沒有影響 它不會代表你全部的感情狀態 嗯 嗯 你不會怕 就是有可能是我把這件事想像的 太儀式化了 樣模化 太遠了 跟三重一樣 結婚對我來講太遠了 對 還沒想像到 這就是 我知道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求婚了 這是一個契約 嗯 然後你後來分手就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 還沒準備好了 就是不管是他 不管是我都是沒準備好 哦 你 所以你的當初的求婚也 其實跟感情穩定或不穩定 這件事沒關係 就是 對 因為求婚真的是一個衝動 哦 這我個人立場 不是代表全部人 但求婚真的是一個衝動 就是你那個moment 你就覺得 我想求 可求了 我要求了 嗯 我想要給他一個交代了 嗯 但是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呢 可能不是 可能你回來之後你細想 那個衝動完之後 就跟你今天吵完架 你吵架說 大媽我們分手 分手完之後 你冷靜了一天 那這個分手是不是你要的 你可能會想一下之後發現 欸 這個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衝動可能是 很多 跟實際面有點不像這樣 對 因為老實講 我們兩個的相處的狀況 不是那麼的適合 哦 特性上 對 你說這幾年嗎 還是 對 那幾年 其實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人的感情狀態就是 呃 我跟你在一起久了 好像就這樣 誤以為 就是好像就這樣 太習慣了 對 但是其實你不是這樣 哦 懂了 對 就是你不是這樣 然後你只是因為 啊 久了 我們 啊 好 好像也就只能這樣 嗯 那個模式那種狀態 我真的 已經太習慣這個人了 而且有些人 我我啦 我個人就是會懶得 從一個關係離開之後 去到另外一個關係 我會覺得好麻煩 對 我覺得這一切都很麻煩 所以很多人 我猜 有沒有可能 百分之二十的人 也是跟我一樣的心態 在ㄍ 對 就是你明明知道 這個不是 你 你的生活模式 也不是你想要的 對 生活狀態 但是你只是就是 哦 好像也就這樣 嗯 就不想 哦 對 我覺得一定很多人 而且加上年紀越大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會越來越 其實是這樣 明顯 對就是年輕你可能衝 你看你可以去任何地方衝 但年紀大你就覺得 哦好我好累哦 一日子過一天一年過 也就這樣就好 但其實這個狀態 是不是你要的呢 也不一定 嗯 就是每個人 哦 要想 所以你們的分手 是有共識的 有共識 就是 你也知道 其實這個狀態 現在這個狀態 不是你最想要的那個狀態 他也知道 對 哦 那就好 嗯 因為你說 每個女生喜不喜 想不想結婚呢 一定想 多多少 多多少會 會憧憬 會不會想有小孩 一定會想 嗯 就是但那個人是 是不是你 不一定 哦 對就是會不會 當我在想像 哦 往後50年 都是跟這樣子一個人 跟這樣的模式的時候 如果覺得 哦 對 真的 所以人生比較緊 對 就你們 你們在一起多久 9年 你們在一起多久 10年 哦 10年 好像也 就是 哈哈哈哈 欸你看 我看到你的眼睛了 剛剛 哈哈哈哈 緊張 我現在 像我昨天遇到海產 然後他也是就是 問我們在一起多久 我說9年 然後他們全部 現在遇到的人 聽到9年之後 他們的表情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擔心的臉 你說9年都還不結婚 對 那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但是我了解你 我了解 我懂我們的狀態是 我們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可以去支撐這個家 所以我們 不能輕易給承諾 沒錯 但基本上9年好像也 差不多 好像也可以 差不多要下一個階段 因為他也 就看到你就是這樣 哦 那我還守著你好像也就 可是因為我的咒啊 就是我這麼 雖然熬這麼久 但我正式進入 演員這一圈 也是從咒開始 也沒幾年 所以他 等於是從那時候才開始 重新觀察我這個工作的狀態 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幫我解釋是不是 你幫我講 欸我很好奇 你們現在是 一起嗎 對 就例如說你是他的經紀人 對 男女朋友一起工作的狀態是OK的嗎 我們是已經協調到一個平衡了 因為哲熙也是嘛 他也是 但因為我一直都覺得這樣會吵架 其實還好 我們還好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們對工作的分工非常明確 譬如說我當經紀人的時候 他就要把我當成是經紀人的角色在看 不能把我當成女朋友 因為我身為經紀人我會跟他講說 你什麼狀態或是怎樣的不好 那個時候不是我用女朋友的角度去跟他講話 那你會說服他說 這個你要接 或者是 就還是經紀人的角色 我會尊重他的醫院 我會問他說 你會想接這個嗎 那為什麼 對 就是 你說大學生那裡 對 真的喔 你原本不想去 我不敢 他原本不太想要上節目 不敢 我老實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兩個在那場 其實都不好 但是你好 我覺得 我在旁邊看 我覺得你好 我覺得我ㄍㄧㄧㄥ 很ㄍㄧㄧ 不是不是 因為你好的是 你是吃反應的人 因為你的反應 很多反應是好的 就是看你們給我 我在給你 對對對 你的反應很多都很 就是 因為你的反應是可愛的 是好笑的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突然開心 是笑非 突然開心 突然開心 但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因為就像你講那一句 你那一集講那一句 就有個 說說你們漂亮什麼 什麼漂亮的女生都很 對對對就那一句就夠了 對其他都不重要 但這個反應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出來 我跟你有一樣的看法 我就是覺得他就是 機動型的 準備也不好笑 對你跟我有點像 準備就是很安全 我們好像真的強的 就只能去拍戲 對就是至少自己做得來的事情 對就是我們在戲中間 我們可以可能這個 我們可以想出一些 想出一個比較有趣的 效果 聊完之後好像也沒什麼出入 哈哈哈哈 不會啊我會找菲哥就是因為 大菲是現在 各個行業的人 都在追求的夢想他都在做 比如說音樂我剛講邏輯 是不是有點怪我聽得懂 但我聽得懂 你說演藝圈的各個行業 演藝圈各個追夢的事情 你都在做 比如說 比如說音樂啊 比如說演員啊 比如說綜藝啊 這個你都在做 而且你這樣子不會很忙嗎 你又要去練團 然後又要接那個演戲 又要排練 其實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你就不會覺得是 會累或忙 就是你根本就沒有 心急去想這東西 對你這個六日 你也不會覺得它是六日 就是你就是 每天都在做你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你說的是沒錯 因為前陣子也有一個 有一個小女生 她打電話給我 她就說欸 幾歲 合法嗎 其實也沒有小女生 就是也是出道一陣子的女生 然後她想要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想說欸 什麼這詐騙嗎 我怎麼可能 我欸 詐騙嗎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她問我的 她問我的事說 她想要 她看我好像也是都在做 例如我也拍戲 我也拍電影 我也拍影集 然後我也上通告 我也做歌 這樣 她覺得好像我這個狀態 是一個很不錯的狀態 她想要問我說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做 必須說其實很辛苦 對啊 非常非常辛苦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沒有那麼完美狀態 我還是在用現實面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我辛苦的地方 只是沒有人知道 然後我辛苦的地方是 我必須每天維持我的狀態 我必須每天運動 因為我長這個樣 就是我想要keep住這個體態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機會是像何浩成這樣可以要lose 但是 萬一呢 萬一對 所以我必須keep住 我每天必須得去運動 但這些都是沒有人看到 好猛烈喔 就是處女座啊 處女座啊 好厲害喔 是嗎 就是很 很知道自己 很龜毛 萬一也是處女座 你看他現在已經很跑 就是堅持著 他現在很壯喔 他現在運動 他現在運動 他現在很 自律真的比不過處女座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 很強啊 要喝也就是可以喝 但是要運動 那你要 那你就會付出大家 因為很多人會說 欸你為什麼 你每天這樣喝 然後你還是可以保持這樣 但沒有人看到我每天在運動 你一定兩倍的努力 對你沒有看到我兩個小時 在那邊跑步的時候 那個幹真的會想哭欸 很辛苦 而且你這樣持續十幾年 對就是 對就是你會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你會運動到說 幹我到底為了什麼 喔會有這樣 對就是 就是我要幹嘛 所以我才說這兩年 我想要報個比賽 這樣 起碼我可以告訴自己 你有一個成就 起碼告訴自己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有一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認真喔 你這樣 會成功 你絕對會成功 會啦 這種人一定會成功的 還沒到這樣 嗯 在在等 可是因為你已經有一個能見多 因為你 我剛剛就想講 我覺得我跟你的差別是 因為你已經 你再怎麼樣呢 你都還是大飛了 然後我呢就是 小Q 小Q 然後所以 可能 假設現在要你去拍一個 不是 沒有名字的廣告 我會啊 可是你也不適合了 對對對 我跟你講 就是已經記憶點了 對 我好也是大飛 壞也是大飛 對我就是想講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你好是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 沒有一個符號在上面 對 前陣子有個電影 反正沒事我就去嘛 我就去客串客串 到處客串這樣 然後也是一顆這樣 一顆鏡頭過的那種 我也沒查 但那個導演看到那個名單 他看到我是一個 其中一個傷患 他看傷患他說 這樣子好像大飛好像太有名 會被模糊焦點這樣 會被模糊焦點這樣 而且是怕會後面人家會期待這個角色會繼續有什麼 就是會看到你這樣子 但這好也不好 就是好像我也就只能等那一個角色出現 我懂你的意思 我沒辦法就是真的去 你的底標比我高 你就不能再往下 往下大家都認為不適合 對但往下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不要 但就是我們 真的不行 就是你懂嗎 我也可以去演一個 就是路人獎 對我們來講 我們沒有什麼好挑的 我們就是有機會 有機會當然是很開心 對就好像好嗎 就好啦 但你說不好 有好也怪 也是尷尬 也是 也其實也不好 就是很多機會你可能就沒了 也是喔 對 那你現在就是此時此刻 你如果要你想一個 你最嚮往的生活狀態會是什麼 生活狀態是什麼 假設我的生活狀態大概就是 我可能有投資一間咖啡廳 然後每天他在那邊做菜 然後我每天都有跟我聊劇本啊 聊什麼在那邊聊 這種狀態 然後起床就是一個很高挑的房子 然後睡在一個中間 難怪你要去探水 對就是類似這種狀態 看看山看看海的 對然後我是可以認真 比較認真專心在創作上面的 就不太用為了 不用為了生活 對想要這種狀態 當然你這個狀態誰都想啊 但是就是我想聽到具體的 你看我連高挑的房子 我都這麼具體 這麼具體 灰色灰灰藍藍的 然後廁所就在 你一看你就是這些反應 我覺得很棒 沒有我在這邊跟你講 就是我說很具體 有沒有很具體 我要想一下 你看 你看我就是要給你仿鋼嗎 這每個人我都有問 仿鋼那邊就是 你要很好才你答不出來 真的 這題真的不簡單 這一題要想一下 好我知道以後不要仿鋼的 我就還是會給這一題 我說我會想問是因為我覺得 這很酷很有趣就像開盲盒一樣 吸引你法座 對我可以跟著 你的目標是從哪裡去 然後我可以跟著你想像 我覺得很有趣很好玩 你想要的生活 你有想過嗎 哇 像修制人就是想說站在 外人的舞台上脫口秀 也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不是我說就是 這麼具體 但是 但是能想像 我覺得啦 我覺得得獎吧 站在舞台上 對因為他這是一個 是告訴自己 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大家都說 這是不重要 不重要 但其實對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 肯定的一個 對你會告訴自己做的事情 是我是在做對的事情 而且我還做的不錯 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我來講可能很 算是重要 那我想問你 現在就是 譬如說要朝得獎這個目標 那至少要演一個 譬如說 就起碼要有戲份 對對對 戲份是 有在你身上的 然後很重的 那你會 比較期望 可以演到怎麼樣的內容嗎 怎麼樣的角色 或怎麼樣的戲 他問的問題 好像我們兩個都可以回答 對 那今天主角是你 我覺得我應該就是 目前沒有想太多 就是 就是有戲份的戲 主演就好 就是 對對對對對 就是你 目前沒有 就是 那麼理想化 就起碼有 有可以讓我們發揮的地方 就像 起碼在你在奏裡面 那種 對 因為我 其實演的東西不多啊 所以我 對於我來講 每個都是很酷的一個嘗試啊 嗯 嗯 所以還沒有辦法說 最想要哪一種 對 欸那我知道了 這個Ending 你們就 彼此鼓勵對方一句話 我沒有什麼好鼓勵他的啊 你 那你可以表示支持啊 沒有我們還是在做一樣的事 你可以表示支持啊 我們是做一樣的事 我們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 我很Respect你 我說真的 Respect啊 客家人的英文 我真的很Respect 對我覺得 就是 可以裝作不知道 現實 然後一直在努力的人 很少 哇你這句話很 很屌欸 你這句話很屌欸 對不對 裝作不知道現實 對 然後但還一直在努力 對 那這個人就是一個 智障啊 不是 這是很值得尊重的吧 就是 執著的精神 對因為很多人就是 像我 像我讀華剛的 嗯 華剛的通常都是 至少在國中小時候想當明星才去讀的嘛 嗯 可是很多人 現在都沒有在這一行 甚至 只有大概兩三個留在這一行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們都 他們都知道現實是什麼 就 但他們的才華 就永遠被看 沒辦法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啊 嗯 所以我們要去看鬼才知道 好想看喔 欸你還沒看嗎 還沒看我最近太忙了 我今天是 忙裡偷閒才錄的 真的 真的喔 你最近在拍什麼 在剪片 在剪片 就做幕後 我的幕後就是我的 擁抱現實的工作 我跟你講 你去看鬼才知道你會很有共感 真的喔 嗯 你說這一行的共感嗎 真的喔 我看是我是 當然是我是 以我是這一行的共感 你會感到不行 我想看 你會 爆哭喔 真的你有哭嗎 有 蛤 會哭 就很像喜劇之王那樣 蛤 這麼高評價 很猛欸 好好好 那再去看 欸剛剛沒有問到他的MVTI 對啊 可是他前面就說他不信心做罵 可是我是 臭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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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拿來再問他一些 就是這種 我好像是E 不是因為他剛剛講說他共感啊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我好像是E E好像是 你有撤喔 你不是不信嗎 我有撤啊 ENFP PT ENFP就是快樂小狗 會是怎樣 會是 跟你的狗一樣 欸蠻像的 就是很 E人嘛 E人你已經知道了嘛 就是比較 外向 對跟喜歡跟朋友 然後 N的話就是比較直覺型的人 有些人是要靠數據才能做決定 但是你是靠你的感覺 你自己 曾經的經驗 做一個決定 做決定的時候 那F呢 F是共感力很強 你看 適合當演員 嗯真的 對 欸我覺得演員都 都基本上會是 欸還是會有很數據型的演員 我覺得我覺得其實那個誰 吳康仁就是數據型的 還是他兩個都很強 對有 但是我覺得數 你說他就在中間這樣 但他的數據應該是 還是你要找吳康仁來錄 我會問喔 那你要發嗎 你不是要幫我們發 KPI你現在是我的通告 我要通告 我先幫你找何浩誠 好 那我等一下找他 我現在打給何浩誠 會不會他 他有沒有可能會來 你覺得他 有可能喔 有可能 如果我打給他然後他接了 然後他有沒有可能 他如果現在有空就會來 媽我不知道 試試看 我打給他 我打給他 他接了 他接了 會不會串 會不會圍瘦 不行了 就在那裡了 下一場的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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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木柵啦 我去木柵找你 你就外景啊 你就來蹦啊 先說 為什麼 不是也在家嗎 對啊 家家幹嘛 帶著就好了 沒有 你有一天要來淡水玩 你跟我講 我們就是錄一集 對啊 我們去淡水老街錄一集 可以啊 你那麼愛舉蹦是不是 你就是一定要舉蹦 到底多想拿蹦啊 對啊 我不能別一個迷你嗎 就好 你就從頭到尾這樣 對啊 神經病喔 好我希望之後可以跟菲哥一起合作 好好好 我們一起演 期待耶你們如果同一部戲 你跟麻吉耶 對啊 好好好 太好了 好OK感謝菲哥來我們節目 來我們家聊天 謝謝 喜歡我們記得留言我們知道 我們白目情侶究竟 下次見掰掰 掰 好拍封面 拍封面 拍封面 那我要 你就在這邊 工作 好拍封面 好拍封面 謝謝 前面